毒豆干风暴 豆干竟然添加化工用的二甲鸡黄 真的很无言 卫福部跟卫生局 6到8月才抽验豆制品 是不是违规添加防腐剂 杀菌剂 结果年底 香港揪出台湾豆干和二甲鸡黄 卫福部一开始说 二甲鸡黄应该只会用在豆干 结果由豆腐板豆腐 连维力泡面酱包都中招 卫福部说法被黑心业者打脸 虽然卫福部说 这次是业者非预期性添加 所以过去没将二甲鸡黄 纳入豆干常规检验 但被质疑香港就可以验出 卫福部之前回答 二甲鸡黄在香港不是常规检验项目 但其实香港是纳入常规检验的 从饲料油到毒豆干事件 卫福部的表现都让外界质疑状况外 不过卫福部解释 香港检验出来时就立刻启动调查 鸡茶过程才陆续发现豆腐泡面的问题 没有延迟鸡茶或在状况外 东新闻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